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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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萌萌 嗨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件事 就是呢我每次呢 來到這位小姐家的時候 我都會發現 她的馬桶蓋 都是開著的 然後每次都讓我就是覺得 我每次進去的時候 都會覺得就是 驚嚇 可是就是有點 不太好意思跟她講 你看這個人是不是很難相處 我們誰家的馬桶開 不是開著的 你不覺得關起來就很不welcome嗎 一進去就想說 我要進去了 啊我是關起來的 你是不想我上你嗎 你是不想我上你 對啦 大家家的馬桶蓋 是不是都開著呢 但是 我今天就要告訴你們一件事 本人家的馬桶蓋都是關著 今天就要告訴你們為什麼 就是她已經來我家數次 然後有一天她就在吃飯的時候 她就說 我要跟你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說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關於工作嗎 還是 就是 又認識了誰之類的 想說要跟我講 結果沒有她就默默吃 她就把麵拿起來說 吸了一口 然後說 你的馬桶蓋 我想說我的馬桶蓋怎麼哈 你的馬桶蓋 為什麼 都是開著的 你知道我已經忍了很久了 我每次去上的時候都這樣 我到底該不該就是坐下去 到底該不該坐在你的坐墊上 不然你要怎樣 你要去外面像那種 逛那種商場啊 公共廁所 然後你就會這樣子半蹲嗎 難道你要這樣半蹲嗎 不然要鋪一個 講但是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麼重要一定要蓋起來呢 今天看完這一集之後 保證你們沖馬桶 你會蓋起來沖 好我們要先來解釋一下 這個由來是 就是有一天我在看那個 Discovery Channel 然後他就有做到一個研究 他們把馬桶裡面加上一種 那種含螢光劑的東西 就是你知道紫色燈光營照 照出來有那個點點 就是你上次給我看那個影片嘛對不對 對 我有一次有給他看一個影片 你們大家等一下可以去找 馬桶噴出來的那個水可以噴多遠 但是噴水就算了 很多是你們肉眼看不到的細菌 但是我家現在搬到這邊來 我家馬桶那個水是很溫和 它是這樣旋轉的 沒有它只要這樣子轉 就是會有東西會飄起來 可是它轉得很輕耶 我不知道現在馬桶有沒有比較先進 可是我就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馬桶要有馬桶蓋 馬桶蓋是拿來幹嘛的呢 不是除臭嗎 馬桶蓋是拿來幹嘛的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就譬如說你上廁所 或者是我的馬桶壞掉了 我的水沖不出去 OMG趕快先蓋起來 假裝沒有這件事情 馬桶蓋的作用 就是要拿來蓋住這些細菌在你沖水的時候 它會往上飄 它到底可以飄多遠呢 那個專家他們還有做距離測量 然後大家是不是都會把 牙刷跟毛巾浴巾啊 都放在廁所對不對 也不然咧 對然後 快點爽嗎 然後你們就會看到 沖下去之後 它沖完之後 它就用那個螢光紫色的燈去照 OMG到處都是 就是我跟你們講 你們每天拿來刷的牙刷 跟那個浴巾 你們如果不把馬桶蓋 蓋起來的話 你們就是在把馬桶蓋上面的細菌 每天刷到你的牙刷 嘴巴裡面去 你知道嗎 他那天講完這個 他就完全說服我 他說你知道 你的嘴巴裡面全部都是 馬桶裡面的水嗎 你就是 你大什麼 你就吃什麼這樣 你很誇張欸 你這樣是不是在威脅觀眾 重點是我剛剛來到他家之後發現我就說 那為什麼你馬桶蓋 又沒有蓋起來 等一下 之前有蓋 之前都有蓋 可是我們自從我爸到這邊來 我們現在很先進 我們是馬桶跟其他地方分離 我有一個門好不好 我們現在先趕快帶大家去看一下 你看 第一個 第一個 我的馬桶有門 我的馬桶跟浴室是分離的 那是新房子 現在很 現在大部分的人家應該都不是這種分離的 你要沖一下水嗎 我現在是很怕 我現在是很怕 我現在是很怕沖水嗎 沖水一定要蓋起來 不然我不能沖 我會那種你知道 按的那種就是 然後我就會沖出去 你很誇張欸 你不蓋不只是你的牙刷 你可能頭髮上面都是 有一些女生是不是不會每天洗頭 我個人是會每天洗頭 有些女生不每天洗 你在說我嗎 你現在就是在影射我 我跟你說 你晚上不洗頭 然後你就躺在你的床上 你枕頭上面 就都是你馬桶上的細菌 然後你就會每天這樣睡 欸你馬桶是不是有點髒啊 我馬桶上會很髒啊 你現在沖水 你就直接按進它就會沖水啊 不要我會跑 我會跑出去 你這個人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按沖水我要跑出去 我來看你家現在這個馬桶沖 它很溫和啊 你看它多麼的溫和 你知道外面有一些那種公廁 就會一沖然後就這樣 它沖過泥 難道沒有就是 一離開沖水的時候 然後大腿有被噴過那個水漬嗎 有可是它們那個不一樣 我們剛剛已經看完它的馬桶 它因為現在這邊是 比較新的設計的家 所以它的那個馬桶 是有分離有獨立一間 但大部分的人家應該都不是這樣 自從我看到那個影片之後 我就會覺得你知道它 它只要這樣旋轉 它應該是一定會有一些就是 漂浮粒子跑出來 這真的太嚴格了 你們難道沒有去外面就是上過公廁那種 你按然後就 炸水沖超強那種 你就還來不及站起來 就是馬桶的水晶太強 然後噴到你那個大腿後跟之類的 有我有經驗 我有經驗 那我跟你講既然那個水都可以噴得到你 那個細菌就可以這樣 整個就是 衝出來 衝到你的浴巾跟牙刷上面 然後你的頭髮 然後你的頭髮 然後你的頭髮不喜好 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是 然後你的男友可能睡一下 聞一下就 然後男友可能也一起 所以你覺得男友聞你頭髮的時候 或是親你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把你的就是 可能也是有細菌 馬桶的細菌都吃光了 是的 各位你們有沒有覺得 聽起來非常的可怕呢 我覺得他今天對你們算是蠻溫和的 因為我那天在吃麵的時候 然後開始唸到 你知道嗎 他說你知道嗎 像你現在嘴唇上 可能就有非常多馬桶的細菌 然後你在拿東西在怎樣的時候 就會吃到 你想想看你睡覺的時候 就一直講 一直講 我還以為你在拍九瓶芝麻關 我跟所有的朋友說過之後 每個人真的聽完這一次之後 從此以後再也不會忘記 可能就是真的驚恐到 你沒有這個概念的時候 沖馬桶就沖馬桶 你不會特別去做幹馬桶的這個動作 但真的是看完了那個 Discovery Channel那一集之後 我真的驚嚇到 所以我現在這邊跟大家講說 你知道嗎 空姐們在飛機上聊的話題 當然不只八卦的話題 像這種東西也是一種話題 如果今天我們在飛機上 他就會跟飛機人上面所有人一起說這件事情 然後大肆的宣導 就講知識啊 但是很重要耶 女生就是要愛乾淨 她現在就一直在隱喻我 我覺得這個人 她行李箱凌亂 然後馬桶不蓋肮臟 如果外面那種公廁沒有蓋子的話 就算了 那真的沒辦法 就沖水的時候趕快跑 她好像趕快就是跑走 你知道嗎 趕快手刀衝出去 好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的Facebook還有Instagram 還有天灘娘娘的好不好 好 大家掰掰 拜拜 拜拜